其实学了很多的技术了 你说发球咱们也会 搓球咱们也会 结果发现不会用 今天给大家讲的就是 一个小套路 把自己打球的这些小技术 给穿成一个 说白了穿成一个组合 对方发球 我们要提前设一个小陷阱 让他往里面跳 对 对方发一个这种下悬球短球 他一定是想拉球 我们可以顺势地搓给他 对吧 你看 我反手都准备好了 他一拉我们反手 再反回就准备好 对吧 你看我这个反手弹机 抱不抱 一击就能得分 就是他只要拉我 我就去弹他 大家不要说是 我搓完球以后 我站上来看 我看他怎么打我 你就搓长球以后 咱们就准备两个套路 可能会给你搓回来 这是第一个 我搓过去以后 他如果搓回来 我就拉他 但是呢 对方大概率 他既然发了一个 下旋发了一个这种短球 他大概率是准备好上手的 对吧 我们就顺水推舟 我就大胆地搓给你 你只要拉起来 我们就用反手弹机 想发力的时候 咱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动作直接这样 加速 一定要去加速 你果断地跟动作加速以后 给大家看 你正常反手动作是这样慢慢的这样去打 对吧 稍微加点速 动作做快一点 反手弹机这个球的质量 马上就有所提升 对吧 你看我们这紫电影的这个性能 对吧 马上 我的机球时间都不用变化 我的动作也不用变化 我就直接 加速 对不对 直接把动作加速 注意一个小点 就是什么呢 穿完之后准备弹的时候 一定要先在脑子里想好了 他主要拉我就去弹机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